嗨 各位貴賓 然後還有都愛地球的朋友們 嗨 嗨 那今天呢 這個首先要恭喜這個Janet 雖然妳的這個偶像劇 剛演完了對不對 但是她第一次演戲 我跟你講 兩個禮拜啊 都做第一名收視率啊 哎呀 太厲害了 好 那今年可以說是好事連連 對不對 妳今天身穿了這一套非常漂亮的一個 有像皮特配的一個感覺 妳自己覺得呢 有有有有 其實我覺得非常厲害 從第一天我試妝的時候 我就真的是一直在摸一直在摸 我怕會把它摸破了 因為我一直在摸 我一直在摸 我一直在摸 這個是什麼 然後就真的很難想像 這個是全部都是用紙做的 就是用衛生紙啊 或是紙還有 其實這邊就看得比較清楚 我覺得很厲害 而且更厲害的就是 這些是學生們 然後他們真的很用心去做出 這樣子的衣服 然後後來其實我 我現在拉來拉去 其實完全是非常非常堅固的 所以也是很自在的 在那邊走一走去賺 剛剛在後面也是在那邊自拍很多張 真的假的 所以還滿開心 又可以有這樣子 這麼漂亮的衣服 然後同時又可以用這種方式去提醒大家 去做一些好事 好 所以妳喜歡嗎 喜歡 很喜歡 好 那我們要來問一下 那 我們知道今天其實一開始呢 是作風台灣 然後到我們這個很多地方 然後看到我很多的美景 對不對 那 看到這麼多絕妙的自然美景 妳覺得 妳覺得 甚至於到南極去 對不對 那妳覺得這些美景 對於世界環境地球保護 妳有沒有覺得自己有什麼心道 有 這一次去南極 就真正的體驗到地球 就是真的是要去保護它 因為妳到了南極的時候 那個 It's so beautiful 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的美 不只是白的 妳會看到很多各種樣子的生物 還有 當然是有冰河 還有一些大冰塊 然後妳看到那個環境的時候 妳會覺得 OK 我們真的是要好好的去保護這個 沒有污染的地方 那怎麼樣去保護它呢 那 當然妳不能每一天去南極去 去幫忙做什麼事情 我覺得是每一天的生活 做一些小東西 A little bit goes a long way Yes 所以如果每一個人 就可以有這種概念的話 我相信大家一起貢獻的話 我們就會把地球 真的是慢慢的把它再回復 最少是回復到之前的樣子 是 那我要問一個很嚴肅的問題 妳平常都怎麼做愛氣球 其實就真的我跟大家說的 就是真的從小 很小很小的東西 譬如說妳在洗澡的時候 妳是要 可以關水 或就是 我覺得也比較簡單 是妳平常在買的飾品 或是用品 妳就真的是像 學姐 做的是非常的好 妳就可以看到譬如說 有FSC認證 因為我們都會 要上座座夜會 需要衛星 要擦地板 我們都會需要 買這些東西 那FSC認證 買是有認證的 然後有這個認證 妳就知道 其實國際上來講 它就真的是 有去保護我們的生命 是 所以這個是一個小動作 我們就是會需要買 那FSC就買 已經是有認證的商品 對 所以當妳在購買 書姐的產品的時候 其實妳已經住在愛地球了 對 對不對 那其實呢 我們真的要為了全球暖化 要盡一個力量 對不對 妳有沒有發現 夏天真的越來越冷 真的 所以呢 其實我們要知道 房子最好的暖化 大家覺得是什麼 有沒有 公共暖 沒有 種樹對不對 好 那其實有沒有人知道 種一棵樹啊 種一棵原生樹 它可以吸附多少 那個二氧化碳 You guess 很多 很多 從大概十一到二十公斤 有沒有覺得很驚人 對不對 一棵樹 對啊 所以一棵樹 就能夠吸附這麼多二氧化碳 你想想看 如果能夠多種樹 後人還能乘涼 所以呢 大家 有沒有 我們今天要問一下 護靈者盟主 妳是護靈者聯盟的盟主 妳知道嗎 妳今天要不要呼籲大家 做愛地球的事情 對 我覺得現在 蘇姊還有Kimberly Clark 做得非常非常厲害 也是從學校 對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的好 因為我們從小 其實多多少少有一點點概念 然後從小 你就如果把這個當時 你的習慣的話 你買 譬如說真的是有FSC的認證 一些食品 或者是你在生活上 做一些比較環保的概念的話 是 那我們長到的話 就會變成習慣 所以我覺得 我非常非常的proud 蘇姊還有Kimberly Clark 我們還是在做這件事情 去幫 從小朋友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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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 有這個概念 所以 我們就慢慢的每一個人 就做一點點 我們就真的是會做到很多 對啊 所以像Sennan她平常啊 出通告的時候 我發現其實她 都有帶那個 杯子啊 都自己帶那個 保熱杯對不對 其實這也是環保的一份子 好吧